好 那么要如何吃得健康呢 由花蓮县政府的社会处来主办的酷老乐活名人讲座 之前在花蓮县府的大礼堂来举办 邀请讲师来分享吃对全食物的食疗保健方式 学习各种食材 摄取观念以及养生饮食的原则 花蓮县府社会处主办花蓮市妇女会承办的酷老乐活名人讲座 日前邀请健康畅销书作家 现任癌症关怀基金会董事长陈月清 分享吃对全食物食疗保健 包含少吃加工食品 多吃跟精液全股全痘类食物等方法 色香味俱全以外还要健康 对不对 尤其是在经过食安风暴以后 或者是现在我们花蓮一直在推动我们的永续花蓮 一直在推动慢食 以及我们现在希望减少碳熟机 所以吃在地用在地完当完我们的花蓮 所以在这里我们连营养午餐 以前没有规定说营养午餐是这个我们的食材要百分之多少用花蓮 我们今年开始百分之五十的食材是要用花蓮的食材 为什么 第一个支持我们花蓮的在地有机 第二个是减少碳熟机 为我们每一餐负责任 以及为这个地球的永续负责任 社会处长陈家富表示 花蓮人口数三十一万九千多人 女性人口数十五万八千多人 花蓮县妇女中心也服务中高龄妇女为多数 其盘慢食行动能减少碳熟机 打造友善高龄过老乐活世代共荣的花蓮 记得蒋方燕火灵师报导